百姨 蓉儿 你回来了 你为什么要这般对如意楼 赶尽杀绝 父皇已经发现了 如意楼背后的组织 我奉命调查 你还是尽快抽身 不要牵连其中 抽不了生 我现在是如玉楼的新楼主 什么 你为何还要如此执迷不悟 因为 我是师父唯一的徒弟 因为如玉楼现在危在旦夕 还因为 如玉楼根本不是 你想的那样失恶不赦 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有多危险 我知道 你抓我了 这样不但可以讨皇上欢心 还可以批清你跟如玉楼的关系 你现在抓我了 芙蓉 当初殿下赶我走我还自以为是 以为殿下是为了振北将军 爱妈牵连我 找了一办法故意赶我走 我还在那生你的气 如今看来 殿下应该是自抓小乌齐 就想着要把如玉楼连根拔起 你找五百起跟着我 到底是想让他保护我 还是坚持我 在你心里 便是这样想我的 殿下 我们曾经说过 不管怎么样 什么都不要隐瞒对方 可是你呢 你是怎么做的 你推开我 对我恶言相向的时候 我都不曾怀疑你 可是现在是一条人命 未来还有更多的人命 你我现在已经是敌人了 敌人 你是向本王抓你 喜庭音变 好 你说的 我们从此以后就是敌人 我会向你证明如玉楼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 世子的伤可好些了 多谢王爷照顾 好得很 好到可以一一首任我的仇人 过几日城东有一个大集会 所有人都会去 届时 我将徐静 引到如意楼中 你再将如意楼 一把火焚支爆了当初的血海深仇 对 我受的苦 我也要让他尝尝 徐静 温先生 是 至爱的人 一个徐静又怎么够 是 公子 方才我在门外 看见顾姑娘 正在偷听 既然她已经被识破 继续让她留在居水小桌 是否 留她还有用 走 走 走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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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柏子 走 快走 快点 快点 快走 南湘 刚才你当真看到阿元了 阿元说这几日家中有事 所以不在如意楼 正好赶上了今日的城东集市 说正准备去看看 走 去城东集市 快快快 锦衣卫办事 先杂人等速度回避 走吧 附大人 附大人 你找本官何事啊 这里有您的一封信 这是谁死 容儿 老爷 您回来了 你赶快通知夫人 说容儿出事了 我要去趟如意楼 好好好 好 快走 快走 也不知道葛先生与郭瑞查得如何了 王爷不好了 夫人出事了 容儿出什么事了 夫人 夫人在如意楼晕倒了 王爷 许世伟 你想骗我去如意楼 究竟为何 王爷 我确实被奸人威胁 为奸人做事 但我从未想过要害过夫人 谁知道那人未必夫人说出一些秘密 我见夫人被拷问实在于心不忍 这才偷偷溜出来 王爷 王爷 现在就只有您可以救他了 那你告诉我 那个人到底是谁 我有家人在他手上 我不能说 王爷 求求您了 许家 你先看好他 他的儿子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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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走了 你还笑得出来 娘娘对你那么好 你却背叛她 令人不耻 你也知道夫人对我好 而且夫人还那么古灵精怪 怎么可能被我骗到如意楼去 你什么意思 王爷像个木头似的 夫人双气也不知道 要不是夫人想些办法 难道他们两个这次 就真的合理了 你是说 这一切都是你和娘娘设的局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准备好赔礼道歉吧 那娘娘骗殿下 到底想干什么 不告诉你 跟我说吧 抱歉 父大人 傅大人 傅大人 傅大人醒醒 肃王 你快走啊 你快走啊 张爷他没死 他想把我们都烧死在这儿 长爷 我们先走 上次在东山侥幸 让你逃脱了 你这次恐怕没那么容易 这回我们换个玩法 傅大人 走 王爷 你快走 王爷 我们先走 王爷 王爷 快救我 大通令 大通令 你没事吧 大通令 如月流这几日没有营业 应该没有人 你托我家大通令送回去 你们两个 快救我 走 是 人也太多了 我才明明还看到他了 在哪儿啊 阿元 走 阿元 阿元 如意楼走水了 走水了 如意楼走水了 走水了 就在那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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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看看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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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公子说了 引着副官的离开如意楼即可 你现在可以走了 小心些 别别人看到 是 是 救火 是 是 王爷 快 快 王爷 刚有可疑的黑衣人在此出没 快去追 是 是 夫人 来不及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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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这边找你的 他人呢 他人呢 他不会在里面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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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薄蘭首 月鸣蝠云散 千山万雪原泪心动之一眼 等不散是初见的画面 留意似过满天 吩咐触动新鲜 肃王 傅家人现在不想见 请回吧 等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舊梦又惹牵绊 爱恨在寂寞烂熟 月明拂云散 千山万水远来星宫之一言 当不散世初见的画面 流影似火满天 分不出动星险 我都不知天 如意楼是你派金月去烧的我 不是 那为什么如意楼外面 有那么多搜捕的人 而你刚奉只要抓 如意楼中之人 如意楼就失火了 这是巧合 娘娘 是雇员说您在 如意楼中有危险的 娘娘 我们记得您说的话 当时是把雇员给抓起来 但他说什么 怕自己受到威胁 您在如意楼被拷问 殿下一听就害怕了 朕都是关心则乱 那他人呢 他把我打晕了 跑了 许世卫 你不擅长撒谎 我 顾元他会点功夫不假 但绝对不是你的对手 王爷还真是聪明 直到我曾经说过 顾元有问题 就把所有错都推给他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那天我在集市看见他了 他不可能分身去宿王府找你 再去如意楼放火 娘娘 事实上放火的 确实不是顾元 而是张燕 我那天亲眼在集市看见了顾元 看见了金一卫在如意楼外 而且张燕早就死在了东山上 你们让我不要相信自己亲眼所见 去相信你们口中所谓的真相 行 那你们放跑了顾元 张燕呢 张燕 张燕在火中烧死了 你倒是说话呀 你不如就大方承认了 承认你想上了如意楼 承认你想断了我的念想 蓉儿 别过来 是我没能救下傅大人 是我对不起你 以后别来了 傅傅不欢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